這愛 生死強壞 世世代難 無聊來的親手共無交代 你的愛 因為愛 下座世代仇上千年齡 你的愛 親愛 如無謀離開瞬間在心海 你的愛 你的愛 憶憶生愛 人生重啟窗戻中的徘徊 你的愛 總愛心愛 父親等到此 才有愛 你愛 你愛 自助創 總是幸福而愛 你愛 因為愛 天地光彩 身影里山后的光 好自在 一人的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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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从此以后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而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此以后 李宗盛 从此以后 李宗盛 再次 再次 封城扑扑扑远从美国拉斯维加斯 来到台湾站 就在6月2号 3号 来到百桥体育馆和大家见面了全省仅此一场 提醒 请请大家不要错过了 是的 人文里看到的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爱 因为太阳盛的老师是真的在乎您信信着全球所有的家人朋友希望许多个人也都能透过书籍以及讲述品尝到书中富有的智� 透过实证 透过实证而能见证到生命的奇迹 于是不时辛勞举办全球的群为讲座 期盼您也能抓住书中的诸多方法 轻松的拥有密码之庙 我们希望不断的透过传递宇宇宙的密码之庙 让每一个人也都能够一劳有益的有报喜乐丰盛富有的未来 所以百文不如一见 丹姆尔邀请的十位嘉宾将要跟各位分享他们的看见以及感动 以及他们是如何运用超级生命密码这一本书中的违言大意 在爱中共振 在感恩之中连结 从此以后成为宇宙的传奇交化 天地之间的辛宠儿 而在人生的不同旅程当中 我们确实也不断的在设定目标 曾经也拥有过不同的阶段以及梦想 既然今日大家有缘提聚在这 就让黑琴也来 请教各位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梦想呢 不知 希望身体健康的请举手 好吗 对错的嘉宾 希望身体健康的请举手 是 大多数都希望身体健康 希望家庭可以幸福圆满的请举手 哇 好多人也都很希望哦 那所有的男士女士们 希望男的帅 女的也美的请举手 哇 还有人举手了 前面的小朋友 好 那相信呢 所有的愿望呢 都是一样的 都是希望有一个圆满的性 相信你们的期盼天地都已经知道了 然而在全球各地 已经有许多许多的人透过超级生命密码 生命得到不可思议的圆满以及丰盛 英琪姐 请问何谓圆满又何谓丰盛呢 事实上呢 我也想要请教在座的诸位嘉宾朋友们 什么是生命的圆满丰盛呢 那英琪呢 所领悟到的呢 就是能量买意 就是丰盛 哦 原来如此 那既然能量看不见也摸不着 好 可是呢 能量的正与负 以及多与寡却关系着我们未来的吉休莫福 那究竟 爱与感恩的能量 您拥有多少呢 以及天地祝福的能量 您又拥有多少 太阳公公加持的能量 您又拥有多少呢 只要我们愿意全看得通透 以及了解 您就会发现 原来能量关系着我们世世代代的命运 确实 这丰盛满意的能量 攸关着你我深深世世的命运 这能量呢 似乎是看不见也摸不着 但是在每一位真心实修的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身上呢 你都可以看得见 尤其是看我身边这一位越来越可爱 越来越美丽的玉琪 那精明剔透的脸庞 这个能量呢 就是看得见 还有呢 他那个越来越幸福的微笑 顺限在他生活的每一个情境当中 所以透过今天这一场 非常难得的非常会 大家一定要打开心门 好好的把握 看一看 待会儿呢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 这几位分享者呢 如何落实书中的维言大意 从此踏上他们的幸福之道 好 接下来 我们要邀请的第一位来自台北的分享者 那他是非常的有智慧 在他人生的谷底的时候呢 因为一个生命后门的机缘 遇到了超级生命密码 他懂得把握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虽然在那个时候 他的事业呢 一落千丈 落到了谷底 那就在所谓那生死交关 在这个一线之隔的时候呢 开启了他生命率如不一样的一个帆砖 俗话说的好 无金就叫你什么 大意 没有钱呢 就叫你大意 那接下来 我们就听一下这位大意 如何落实这样子的一道系统 从此翻转他的生命地图 现在 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 欢迎来自台北的Stanley 欢迎 欢迎 欢迎Stanley 再来的分享 感恩 太阳深的导师 感恩一周同地 那 谢谢我们两位美丽的主持人 那在现场的超马家人们 大家午安 我是Stanley 刚还在紧张 因为跟他找车位 尤其是开车下来 所以有点紧张说 哇 万一时间来不及怎么办 信号来得及 那 在Stanley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呢 在开始之前 先请教一下在座的各位 现场有没有不缺钱的举手一下 对不对 我可能问错了 所以大家都没举手 缺钱的举手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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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 Stanley很缺钱 在Stanley接触超级生命密码的时候 是在2015年的12月 那在2015年其实那时候 已经发生了很严重的一些事情 包括整个公司已经未危机 那那时候在生活上 其实很希望就是每天呢 早上最好不要醒来 早上不要来 因为早上来就有再主要催钱的 那希望晚上赶快到 因为呢 催钱的呢 晚上呢 起码比较不会太连络 这是在2015年Stanley在过的日子 跟大家报告一下 从2013的1800万 到2015的5700万 这是在2015年的12月 所累积的总债务的数字 在那时候 公司在2015年的9月10月的时候 也找过财务专家 来评估说这间公司到底要去 还是要留啊 也有债务的庞大 那么一般呢 看完了结果呢 工厂都只回答说还是收了吧 因为营业额从1亿多 一直在烧钱 在做有没有做生意的 有没有 做新的业务啊 有有有 有一些 所以我在这题 大家简单算书应该算得出来 所以那时候的惨状 只能说 曾经有想过 生命会有多么的凄惨 那么在2015年的时候 宫庙没有超跑过 Sandy跟大家报告一下 宫庙啊 师傅啊 能够算的啦 都去算的啦 要么大凶啊 要么破啊 大概都是这种结果 然后呢 宫庙也没超跑 那因为状况呢 一样是不好 所以在2015年的12月 有一位朋友 他看了超级生命迷茫 那么在当天呢 打电话给我 已经很晚了 大概11点12点的时候 他说Sandy 我觉得你比我更需要这一份 你来我家哪儿 那我真的当天就去了他家 也听他讲了一个多小时 跟我再分享超级生命迷茫的内容 然后他把这本说给我 那我回去看 反正呢 他回了一句话 持马当狐马仪 你回去看看 我真的回家就看了 因为回到家 听他讲完回到家 他在想到白天的事情 我真的会睡不着 为什么睡不着 中午吃完饭 不晓得晚上饭钱在哪里 晚上吃完饭 不晓得明天中午的饭钱在哪里 薪水也要发啊 公司的员工还要养啊 怎么办呢 借钱录日嘛 这就是我在2015年 那时候在过的日子 所以呢 回家堂在床上 我真的看到了第二章 那他有跟我讲说 然后的人生就产生了奇妙的变化 跟大家报告一下 原本不敢出货的厂商 在2016年2月继续优出货 我还欠他钱哦 每个月的营业额从2016年的1月是100多万 2月200多万 3月400多万 4月500多万 到2016年年底结算的时候9600万 去年的营业额是1亿2千万 今年的营业额预估啊 可能1亿5万 那我要跟大家报告的是说 超级生命密码在改变人的生命上 在于信或者不信 要或者不要 所以在这边做见证 是希望让大家了解 这套系统带给我们的好 在哪里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有很多的希望能够改变生命地图的 生命密码的 有没有不希望改变的 好 想希望改变的有没有 有一些的 那我就不举手可能不确定 但是他不知道 刚接触真的那么神吗 真的那么灵吗 我只能跟大家报告 我是一种活生生的地图 不然今天Standing应该没有机会 站在这个台上 继续再分享这一段 当然8000万不是一个小数字 它并非一朝一夕 就可以立刻把这个债务全部还掉 我们只能说 它一步一步在改变 也因为超级生命密码的 神秘奥妙之处 8000万 现在的债务降到剩下5000万左右 这个是无法相信的 当初的财务专家 都在回答一个事情 都说Standing 奇迹 因为大家都包括认为 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都发生什么叫奇迹 巧合叫做100件事情里面 不小心发生一件了 刚刚好叫巧合 走路捡到10块钱 巧合啊 平常走路捡到钱 巧合 什么叫奇迹 每每每件事情遇到问题的时候 都能够4两破金金就过完了 那个就不叫巧合 向大家报告一下 那个就只有奇迹两个字 包括到现在 之前在咨询的财务专家们 遇到Standing 遇到现在的我太太 Chirley 然后又我们家财务导师 我们公社财务导师 都就讲句话 真的是奇迹 因为应该早就不见的公司了 就算有资金的溢柱 有资金的运作 你们也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才能够回复回来 不可能在短期间之内 可以看到 一这样的成长 二这样的营业额 回顾到正常的状态 甚至每一件事情 在超级支付密码之前 在Standing 超级支付密码之前 我会用我的理由 我的准则 去处理事情 所以啊 人就不见得有智慧 因为是到老师所讲的 凡人所看的 跟天地的智慧不见得一样 超级承密码之后 现在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包括厂商的立体 包括新投资人的移住 再跟大家报告一下 在一个没有希望的公司 2016年我遇到了一位贵人 算贵人 一位香港的警察 也因为他的一千万一千万 一路的一直一路 包括厂商的立体 放大到将近两千万的额度 Standing 才能够 今天有机会站在这里 分享这些奇迹给大家听 而想想看 大家都飞心飞骨 唯有天地的运作 唯有生命的改变 才可以看到这些奇迹的发生 所以呢 Standing在这里跟大家见证 独自碰壤口罢 我希望能够让大家知道 在我身上所发生的事情 我先问大家一件事 有在座有没有人前八千万的 没有 没有 所以我相信 Standing的一个故事 八千万的部分 都能够有这样的奇迹式的转变 在座的各位 只要能够真心的去了解 超级生命的这套系统 其他事 相信都是消财一点 那么 时间的关系 Standing今天是能够大约的 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希望往后有机会 在其他的分享会上 或者是在网络的分享会上 Standing能够陆续的在进行后段 或者未来的改变的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再次谢谢 Standing带来这个精彩的分享 那Standing的分享真的是振奋人心 试问又有多少的人可以面对 灵灵破产的公司 还有这样的家庭 能够顶得住这样的压力呢 又有几个人能够紧紧抓住 而生命必定未有他应该的出口 但生命逐渐顺遂的同时 是否能够再坚持爱与感恩 再用这个力量影响更多的人 相信天地的爱就会一直绵延 是的 相信天地的爱呢是绵延不断 然而人生百态 真正的成功胜利组呢又有多少 江系呢在座的你我也都曾经经历过 生命中诸多的酸甜苦辣 那究竟呢什么才是真正的富足 事实上呢 我们只要运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里面的步骤 一二三补足太阳能量 那生命的圆满富足呢就已经视线了 但是呢如果我们还能够更加有智慧的补足 那德子两库呢 相信一切的不求自得以及圆满那来世今生 会更加令我们感到感动以及满足 那接下来的这一位分享者呢 因为他过去呢运用自我的聪明以及方法 每一次都感受到人际关系上面的不足 让自己的人生呢在每一次都走入死胡同 那跟家人朋友以及呢 每一个人事物的关系呢都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好的交流 直到遇到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呢 他的人生呢仿佛再一次的露出了曙光 现在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 邀请来自我们台湾的丽蓉 欢迎丽蓉 对我们台湾的丽蓉 太陽性的老師好 湯瑪的嘉倫好 這場的貴賓 大家好 好 我是台南的麗龍 不好意思 太緊張了 沒聲音 我是台南的麗龍 感恩天地宇宙 感恩太陽公公 感恩太陽性的老師 讓我今天有這個機會 跟大家分享 我學習招起生命密碼 六個月以來 幸福的生命轉變 還沒有加入湯瑪之前 我是一個走投無路的人 每天過著非常痛苦的生活 我無論何家人 朋友 同事 講話 講不到上句話 我就跟人家吵起來 我甚至去家鬼 我也可以跟人家吵家 你說我過的生活是羅西草 但是 我用盡了各種方法 我去基督教受洗 然後我到處算命 我加入廟堂 各種 只要別人說好的方法 有幫助的方法 我就去試 但是通通沒有用 我依然過著這種痛苦不堪的生活 我直到去年的十月二號 我在路口接到了療癒全力 我覺得這本書還不錯 我抱著十馬當我馬一的態度 我來到了台南永康讀書會 我告訴我自己 給自己扮演的時間 聽話照做 每天做新馬一二章 讀泰里俊老師的地址規 參加讀書會 上老師的課程 聽老師的音檔 看老師的書 就在這樣的過程中 我的內心奇妙的改變了 我開始學會感恩與愛 我努力的學習 即落實感恩與愛 真的 所有的生活都不一樣了 我的生活境也越來越順了 尤其我跟同事之間的相處 非常的不好 尤其適合我們公司的會計 還沒有加入超馬之前 我跟他吵得不可拍交 還要我們店長出來協調 甚至我都想一直不做了 但是加入超馬以後 真的不一樣了 我們公司的會計 每天泡一杯咖啡給我喝 偶爾還有炸雞可以吃 在去年的聖誕節 他還送我聖誕禮物 現在我們成為好朋友 你們說其不其妙 然後再來就是家裡的關係 我還沒有加入超馬之前 我真的非常痛恨我的母親 因為從小她就非常重男輕女 而且我的經濟又不穩定 所以我沒辦法每天給她錢 所以我們常常為了整個事情吵家 而她每次主定補個東西的時候 都只有我弟弟妹妹的婚 都沒有我的婚 我心裡真的更加的不平衡 但是加入超馬以後 讀了弟子歸以後 我才發覺我真的非常的不孝 我深深的懺悔 非常的不孝順 但是我在加入超馬以後 真的不一樣了 我現在可以帶我母親 元小姐的時候去看燈展 星期天陪她去吃早餐 初一十五陪她吃素 現在她在念我的時候 我心中就會轉念 我的母親來了 我的心中就會轉念 這是我跟她的 生生世世的因果關係 我精神要好好的修 她已經87歲了 我陪她還有多久的時間呢 所以她現在在念我的時候 我非常的高興 感恩天地照顧我的母親 讓她身體健康 現在還可以念我 所以我現在 會常帶她去旅遊及吃免食 真的如果我們自己好好的實行修煉 也會匯集我們的家人 剛開始我的妹妹也是很排斥 她以為我是參加什麼宗教信仰 但是她看到我的改變 再加上羅美天船 定止規 老師的音檔 還有太陽星女給她 她在不止不覺中也改變了 因為她一直找不到工作 所以她決定跟我參加抄馬試試看 她就開始注意書 尤其在4月2號的時候 她拿錢請我去幫她注意 會管 在4月3號那一天 真的很奇妙呢 她去念事工作 就找到工作了 那我妹妹還有兩個小確幸 第一個就是 她先生常常叫她去買東西 但是她從來沒有給過她錢 但是在最近這一次清明節的時候 她竟然主動給她一千塊 你說其不其妙 再來就是 她每結婚二十多年來 她先生從來沒有帶她出去 吃個浪漫的晚餐 最近也開始吃浪漫晚餐了 你們說幸福不幸福 幸福 然後再來 就是 我大哥的事更奇妙 他在前陣子 清晨大開刀住院 眼睛開刀住院 那我從星期五去照顧他 我每天換感恩室進去給他聽 他整天都平安沒事 然後星期六六 然後星期六六她的家人去照顧他 進來連開兩天的門診手書 然後星期一又輪到我去照顧他 我又換了診餐的感恩心劇 他身體狀況都非常的穩定 那星期二我去照顧他 我除了換感恩室劇 以外 我還帶了超級健康密碼 以及太陽熙語 經過我大哥的同意 放在他的枕頭下 他的眼壓竟然從三十八降到二十六 然後 剛好那一天我有事情要出去處理三個多小時 那這段期間就他的女兒來照顧 他女兒把等頭下的兩本書抽出來 竟然我大哥的眼壓是從二十六飆到四十四 然後隔天又開眉色手術 我真的快暈倒了 但是我心想 應該是他的影響還沒有到吧 我把這個狀態跟我妹妹說 我妹妹就幫我大哥註印了 一鄉療癒全力 註印完的隔天 我大哥的醫生說 我大哥的狀態穩定了 可以出院了 你們說神不神奇啊 我真的 非常的感謝天地宇宙 感恩太陽高公 感恩太陽聖的導師 創造了這一個超級生命密碼系統 它讓我的生命改變了 我會努力的普傳 超級生命密碼系統的感恩愛 那越多人跟我一樣 越來越幸福 在此祝福大家 天天健康快樂 祝福 非常謝謝 謝謝我們利隆 為我們帶來感恩的分享 那過去的他 因為動作自己的行性 願由自己負面的想法 不斷的傷害自己 也傷害別人 製造更多的負能量 當時間久了 必定也會傷害自己的人際關係 家庭的關係 而造成許許多多的一個不圓滿 久了 必也會覺得 世間的命運 為何如此的捉弄人 那透過了超級生命密碼 學會了對過去悔過 對未來感恩 打開心量 時時對自己祝福 並且時時與天地太陽相共振 原來還可以為他自己療傷 並且原來萬事萬物都還有波轉的餘地啊 確實沒有錯 剛剛一起聆聽這麼多悲傷者 這麼真情的分享 不禁呢 就回想起自己在一年代以前 整個接觸超級生命密碼系統的過程 那曾經呢 我自己也跟可愛的蒂蓉一樣 跟母親呢 也有一個千年難解的恩怨情仇 那這四十幾年來呢 不管怎麼樣用心的對待對方 始終呢 換不到一身溫情的問候 可是很奇妙的 就在一次懺悔心法之後 我的母親隔天她告訴我 好奇怪 今天看到太陽公公 我就想起來 我的女兒真好 哇 真是太棒了耶 感恩天地 感恩太陽公公 也感恩太陽聖的老師 傳承這一個這麼棒 這麼妙的宇宙天地真理 那接下來呢 我要邀請的這一位分享者 她來自彰化 那她呢 在她的生活境裡面 所實現的 是一個成功勝利組 那不僅呢 有一個可愛的家庭 還有非常成功 如意的事業 然而呢 她看似幸福的背後 終究還是逃脫不了 命運之神的種種捉弄 以及人事的糾葛 那這一位分享者呢 她非常非常的有智慧 運用超級生命密碼系統 諸多維言大意以及方法 再一次的成功的 整合了生命中的 所有千分萬率 那我們用最熱情的掌聲 歡迎來自真話的金玫 歡迎金玫 再來精彩的分享 金玫的老師好 主持人好 還有現場及全球的 充滿家人 及新朋友們 大家下午好 好 我是來自彰化的金玫 那很感恩天地 感恩老師 再次的給金玫這個機會 來分享我們在超馬 學習的心得 那我會接觸超馬呢 是因為殷琦的已見 我認識殷琦十幾年了 那其實自從2008年 我的先生不幸意外往生之後呢 我一直在尋找我心裡的寄託 所以我去上過很多課程 不管是社區大學的課 不管是我們那個政府舉辦的 三年七萬的勞工的課程 我甚至還去參加了我們 張師大的暫時進修 那這一切呢 都是想說把我的時間給填滿 我們要有多餘的時間去想一些過往的事情 那殷琦也很熱心的 只要是有身心靈的課程 他就帶著我去上 可是呢 我大部分都是去聽過一堂課 或者去上過一節 我就不再去了 為什麼 因為那個講的都太深奧 那我根本都聽不懂 而且呢 我的姿子也太不頓 可是當殷琦把這一本書 介紹給我的時候 我一開始看完書 我不知道裡面有心靈 可是殷琦很熱情 他又要約我去上老師的講座 去讀書會 我現在改成精英會 然後呢 我們還有網路共修 那持續一個上完老師的課程 網路共修 每天的精英會去上 那漸漸的 精美了解到說 其實這裡面有很多很多 是我們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去改變的 因為我們只要把步驟一二三 真正的把它熟悉了 照著老師的話 實作 實修 那我真正的相信呢 大家手上都有超級生命馬這本書 只要呢 你貫通這本書 你將會擁有的 不管是在你工作上面的 家庭上面的 都會有不一樣的 境 舉個例子來說 在我的工作上面 因為我是做傳統產業的 那我工廠的機器呢 都是好幾百萬 那每次維修的費用呢 都是不費 可是呢 自從我接觸了之後 我給他大概看了一下 我去年度 維修機器的費用 幾乎不會超過一萬塊 那當然 在另外一方面 還有就是說 你落實了 你的貴人 自動的就會在你的周邊 我們做傳統產業的 不管是在拋工的師傅上面 或者是電鍍廠 震動的工廠 因為現在環保的問題很嚴重 所以拋工的斷層 也很 因為年輕的一旦 不願意再做這種 勞力的工作 而且拋工的東西 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們在這一個區塊呢 很自然而然的 很容易的就找到配合的廠商 而且就算說環保的問題 裝的這麼嚴 但是我們配合的廠商 都是合法的 而且就算說 換了廠商 結果是越換越好 所以在你的生活境改變之後 你煩惱的事情減少了 相對而來的 你的吸引過來的 都是好的境 都是好的事情 然後呢 還有一點就是說 我做了這個傳統的產業這麼久 加入工業會 也加入差不多20年了 可是呢 我不曾碰過說 我們有那種免費輔導你 而且名額只有兩個的 還來找你說 你要不要參加 而且是完全免費 然後你也知道說 一個顧問老師來輔導我們的 那個費用都不便宜 但是呢 工業會所提供給我的 是完全免費 甚至這個老師呢 時間到了之後還沒有做完 他還繼續加碼 幫我輔導到一個段落 那這方面呢 也讓我公司的幹部同仁 全面的提升 還有一點就是說 在客人方面呢 很奇妙的 你的單子都會接得剛剛好 就是只要你單子做完了 他單子就下來了 甚至有的是兩年前 三年前你的報價 後面都還陸陸續續的 會在來找你 就在上個禮拜四 我剛把我的操碼 這種分享會 跟一個好朋友分享之後 才跟他講完沒多久 我跟我一個英國的客人 才視訊完 馬上他單子就下來了 甚至呢 兩年前報的假 他說現在要開始做了 他也說 你就可以往上下去進行 所以 不管說 你們聽到我們這樣子分享 是覺得很玄還是怎麼樣 但是實際上呢 這都是我們的經驗 都是我們的實證 那這些呢 都是要看你們自己說 真的打開戲門之後呢 去看這一本書 真正的去想看看 利用科學的方式去驗證 這也是我們太陽聖德老師 常常在說的 然後呢 這是在工作方面的 然後在家庭方面呢 我有三個小孩 其中一個最小的 在高二那一年 他平常的成績 就已經不怎麼樣 高中一般才32個 那他的考試成績都在30 那想說 小朋友高興就好 就不要太care這一些 然後到高二那一年 他跟我講說 他要辦休學 他不想讀 可是呢 我那時候想說 不可以 再怎麼樣 你要把高中讀畢業 可是現在的他呢 在英國 在國民海大學 然後呢 去年他還拿到獎學 然後我今天早上還看到他的Line說 他要參加一個頒獎的典禮 那女兒呢 畢業之後 也是茫茫然不曉得要做什麼 可是後來 他參加了我們政府 外貌協會舉辦的 ITI的國際企業經營管理 他也考上了 現在人在西班牙學習 那老大 呃 你也知道 小朋友很難去跟他們溝通說 你要做什麼 所以他剛一開始找的工作呢 是做網頁 那本身我們自己已經有工廠了嘛 可是他不想回來幫忙 那阿公就會很擔心 為什麼不叫他回來 但是呢 想想看 小朋友有小朋友的意願 你一再的要求他回來 可能親子之間會造成很大的困擾 所以我就由著他去 當初的他 剛接觸這個工作的時候 前三個月 沒有新資 而且還沒有見老闆 甚至中午吃飯 晚上吃飯還要吃自己 可是他做得很高興 然後在那天 一開始來跟我講說他在那邊待五年 我那時候一聽說 哦 不知道怎麼辦 可是後來 我接觸超馬之後 他待了一年之後跟我講說 爸爸我想要回來幫忙 我說好啊 那真好啊 你就回來啊 那很棒的是 他回來之後 也跟著我一起在上 在學超馬 可是呢 一開始小朋友 二三十歲的年輕人 他的誤情還沒有那麼高 他純粹呢 是以那種 我就在旁邊看看的心態 可是在今年 他參加了太陽聖德老師 所舉辦的 阿斯維加斯的經濟統 回來之後 他整個不一樣 在我們超馬系統裡面 學習的學員 看到他之後 他說 欸 你去的時候是個男孩 那你回來之後 變成男人哦 其實我有感覺到他的改變 真的 因為呢 在我們超級生命密碼 這邊的系統學習 老師鼓勵我們 要實做實修 要配合 蔡里旭老師的弟子規 那蔡里旭老師的弟子規呢 其實是落實 並不是只有聽而已 那實際上 我們家這個老大 目前是跟我在一起 那我每天在聽 而無不然之下呢 其實他有感受到 所以他的心地也跟著改變 所以我們 在我們的超級生命密碼系統 你只要真正的落實實做實修 然後真正的把愛跟感恩 把它融入到我們的生活裡面 甚至我們大聖的導師 現在還鼓勵我們 把我們的超馬 融入到我們的公司裡面去 所以現在我的公司 麻煩我的同仁們 用地子規去做生活的準則跟依規 所以我們每天開成會的時候 我會請他們說他們的心得 或者是說呢 如果放到什麼問題 我們是用地子規去跟他們談 那這樣子大家有共同的語言 那共同的信念 那相對的共同的理念 那我們這樣子的話 治理的公司會更好 同樣意思 修身齊家之國平天下 那我們自己修身 從地子規做起 齊家也是地子規 那公司方面 那當然沒有問題 那跟著我們的世界 是不是就是大同呢 所以說 在這邊真的非常非常鼓勵 今天有緣在這邊的朋友們 好好的打開你的心門 把這本書看進去 然後呢 試著做裡面的心法 然後 你們自己去實作實修實驗實證 相信你們也可以跟我們一樣 下一次的分享者就是你們 好 以上是金美的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看師 老師 謝謝我們一切給我帶來的分享 確實是這樣沒錯 事實上呢 我們的人生呢 在追求很多的 尋尋尾秘密的當中 確實有很多是苦苦找尋 而找尋不到的 一般呢 我們都會認為 其實呢 忙碌就是好 忙碌呢 就是生活非常的充實 卻不知呢 忙碌也是讓自己能量 需好的一種展現 然而 男生生老病死苦 又有幾個人能夠面對呢 而放下也是一種智慧的展現 透過超級生命密碼 因為自己的不斷傳遞正能量 不斷的愛與感恩 竟然 竟然連小孩也有奇蹟似的一個轉變耶 超級生命密碼真的是太棒了 然而 我們有時候也要記下心來 好好的想一想 當人生走到最後的階段時 有沒有天地可以依靠呢 而萬般都帶不走 唯有德香 唯有風範 可以遠遠如船 是的 確實在人生的這個生命地圖當中呢 努力呢 成功一定要透過努力 但是呢 努力呢 也不一定會成功 那 殷琦呢 在這邊呢 又特別的感觸良多 那事實上呢 殷琦呢 在這二十年來呢 都從事著一份工作 我在一個業務單位呢 擔任十年以上的處經理 那在這二十年當中呢 每一年我都花費二十萬以上的時間 金錢以及心力 為的呢 就是希望能夠增加我的收入百分比 一個Percent 兩個Percent 乃至於十五Percent 可是呢 都很難以達成 那很奇妙的呢 是在一年半以前呢 我在接觸超級設定密碼系統之後 在去年五月份的報稅單當中 我真的非常驚訝的發現 僅僅是透過半年的努力 我的實質收入居然成長了四倍之多耶 哇 這個相信都是大家想要的對嗎 是的 雖然錢雖非萬能 但是沒有錢呢 卻是萬貫不得 所以在超級設定密碼系統裡面呢 我們既要靈命提升 解決來世今生的疑惑 在我們今生的 種種種生活境的視線上呢 更要得著那一片 豐盛的成就 感恩太陽性的導師 再一次呢 亦全球 讀者 學員 家人朋友的邀約 風塵浦浦的 立民全世界特地 乃至於在六月二號三號 來到滿橋體育館跟大家見面 這麼難得的機會 請大家一定要珍惜 千萬不要錯過 而宇宙浩瀚 陽光暖暖 你我是何其有幸 有愛相伴 有老師相依 透過這一次的 整個夏季的巡迴講座 老師將透過這樣的講座課程 將和我們與天地與太陽相共設 講座的日期就在六月二號 星期六下午兩點到六點 因為愛系列是餓 生命演義豐富精彩講座 六月三號星期日 因為愛而富有 師兄實練課程 接在滿橋體育館 邀請林末也可以共襄盛舉 同時呢 這一次的夏季世界巡迴演講 全省只有一場 所以呢 敬請大家 告訴大家 千萬不要錯過 那麼我想呢 一個很棒的系統裡面呢 必定會有互法隨行 尤其我們是傳遞宇宙天地的真理 那導師呢 在他所有的講座課程 著作音檔呢 都埋下了那隱形密碼 那最特別的是呢 在老師所創作的一些正能量的歌曲當中呢 也是同樣的注入了隱形密碼 請請大家仔細聆聽 千萬務必要好好珍惜 老師的每一首歌曲 盡視旋律優美 朗朗上口 連我們家那個 牛鴨曲裡的小孩 都可以哼上幾句 其中有一首歌曲 真行 只要一播放 瞬間感覺家中的正能量場爆表 幸福呢 就是不請自來 現在 就讓我們用最熱烈的掌聲 邀請櫻潔帶來的真行 歡迎來自台南的美少女櫻潔 為大家帶來的珍惜 只剩下你 許多精彩 願意 都值得從此好好珍惜 無論是 順過你的文靜 總看那 對 為大家帶來的珍惜 照顧 躺在幸福的門牙裡 我願珍惜那臉你在心裡 品味著紅塵框花精彩的心 珍惜這夢的歲月寂 珍惜是死的天地 我願珍惜這夢的心 我願珍惜這夢的心 祈禱這夢的心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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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苦短 你我要懂这个道理 珍惜随时能敞扬于天地 珍惜在时刻的分秒里 却是珍惜这木木的成长轨迹 不论是顺或逆的环境 都看它是一种非凡天际 那接下来呢要邀请的这一位分享者 他来自于高雄 那在他17年跌跌撞撞的休息轨迹里面呢 有顺或逆直到遇到超级生命密码 一次圆满他 来世今生以及过去世的种种 可求以及世线种种的圆满记 热情的掌声来 邀请来自高雄的台湾 欢迎鼓华来为我们这一场 很顺利的精彩礼器掌握 两位美丽的主持人好 敬爱的导师太阳盛的导师好 现场的嘉宾古安 古安 我是来自于高雄的彩华 非常的紧张 刚刚听了导师的制作珍惜的歌 让我能够比较平稳的站在这里 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我这一生可以说 可以讲说大家都过得非常非常的精彩 但是我的精彩是精彩到要快要崩溃 我所追求的只是很简单 希望能够家庭平安 每一个人都健在那我就非常非常的难 我不追求富贵 因为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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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大肠 这些我都不愿 不会去追求了那么多 但是天不愿意 在我三十八岁的时候 我的先生因为得了病 所以离开了这种世界 那当时我也有两个女儿 一个是国山三明星 那一个是小五 那老大他非常非常的乖巧 而且又很听话又非常的善良 所以他的一切都不用去操心 然后一直读到大学 甚至于他的学会都是用那个注册贷款 所以到他大学毕业的时候就跟我讲说 妈妈我一毕业我就负债五十万 所以我跟他讲说没关系 这一切妈妈会跟你一起负担 那小五的那个小女人 他因为生性比较叛逆 那在我还没有投入到职场之前 因为我都在家顾得他们 所以一切从 那个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 都非常的乖巧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 我必须要顾弃家庭的经济来业 我必须要从会到职场去上班 所以他我没有办法 每天上下课的时候去接受他回来 所以造成了他在小五的时候 就会跟人家递着这些字条 传一些我爱你你爱我的这些字条 所以我在上课当中一直到 他上到佛中 甚至于也会跟人家绑架 那五时候是有那个是孟母三千 我是成五三千 我一所学校 我马上再换过一所学校 当每次我在上班的时候 思涵接到学校打来说 林里儿又跟人家打架了 把人家打得都不正当了 所以我又必须拿钱去有事后 跟人家谈和解 就这样子到他高中了以后 也让我非常的担心 就在那个这三年以内 实际上我会等到他三千半天才回家 他出去就是爱文 就出去唱歌啦 跟朋友玩玩到三千半天才回家 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在上班 然后还要等着他回家 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 但是跟他沟通也没有办法 所以就这样子明明强强到国山毕业 那在那个时候 因为我在一家公司里面上班 那我们那个董事长非常对雅环视讯 非常非常的仇爱 他认为雅环视讯这本书 有一个教化的作用 所以这是员工里面全部都要一看 所以我也是因为受到雅环视讯这本书 改变是想说啊那个命运可能想要改造一下 所以我就去跟人 有一个机缘之下我去学了禅修 那禅修的17年 那好像也都没有改变什么 那可能是因为我的姿子比较迟钝吧 因为禅修有很多比较深奥的东西 那我没有办法去悟到 所以就这样子 在民国100 03年的时候 我那个最爱的人 他因为也是上学毕业 毕业了然后到一家海银公司 也蛮顺利的当上了那家公司里面的客长 也当了主管 那一切我想说 有一个很叛逆的女人 但是我至少还有一个很善良很乖巧的女人 所以我心里也是感觉到很满足 因为毕竟我两个之中还有一个可靠 也认为天地还是一样照顾我 但是很不幸 在我那个小女儿在高中毕业以后 就搬到外面去 那因为他爱完贪命的个性 就在外面住了没几年 然后就把自己的身体搞坏 然后食堂要到长根 然后挂急诊住宴 那整整的 超过十年的时间 那每次我去账班的时候 食堂会接到我说 他又发病了 每次都是这样子 公司赶快请一下 你给我跑不到家里 然后要把他送到 业务里面去 这样子 那我老大 我那个大女儿 就在民国一百 零二零的时候 十一月份 真的 天 真的有一点 对我 对我好像有一种忌妇啊 我只有只看 可以用这一句形容词来形容 因为 我的心 至少还有一个安慰的 很乖巧的症候 所以这一个女儿 就在一百零二年 验出了癌症 那她得到癌症以后 我真的是 7MP 真的是没有把我们接受 这个事实 但是 两个女儿 至少还有一个 那为什么会 变成这样 所以 就在 一百零四年的时候 也逼党 不过 并魔的 英国的 追逃 所以 离开了这个时间 当时 我真的是没有把我们接受 这个事实 那当下来 我对我的人生 已经没有办法 好像 像这种状况的 这个天地 已经都不给我机会了 那在我大女儿画面的时候 真的非常的辛苦 因为 两个女儿 同时有时候 都要住院 然后 一个在儿童的院长 跟儿童的院 一个是在医学大学 人家说 那个蜡烛 两头伤 真的烧得我 片体无伤 但是 我必须要不起这个人 至少 两个不是我生的 而且 家中也是只有我一个人 其他的事情 没有办法委托别人 所以 就我女儿 走来以后 我整个人崩溃了 所以我就放弃了我自己 每天 可以说 你可以写面 没有办法对自己 因为 我本来是 想要改变我的命运 我去禅修 我是 看到两百事讯里面的两百先生 他因为 他的寿命 到四十几岁 但是 因为修行 可以让他严寿 还有得子 那我 我心想是说 那我去修行 禅修 是不是也可以改变我自己 但是 好像 不是这么一回事 可能也是我自己的问题 那 他 那个时候 我就放弃了 自己 然后 就想说 我逆儿 大哥 过世的时候 同时也买了两个 塔位 不管是以后 要装我 或者装我小逆儿 都好像 那个时候 就说 无所谓啊 反正 就这样嘛 这一生已经晚了 没有什么希望 所以 就这样子过 在一百零五年的时候 因为 在 中益大哥 在 一部分里面看到 什么密码不密码 所以 我那个时候是一个好奇心 我们就去印了 手中的 相信大家手中都有一代 里面有一本 超级生命密码 这本书 我当初 当初是因为好奇 看到密码 这个好奇心 所以我就 因为找不到高雄云的时候 都找不到这本书 所以我就到 正大高雄的正大 书籍区域的这本书 回来看 那种 当我看到 接触到这本书的时候 那我心中拿起了 一线机会 好像有救了 这样子 虽然已经 家庭已经 不是那么完美 但是至少 我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还可以 去 往后 这几年 我还知道 可以怎么过 所以我就一个 一半的时间 我就把它导入完 就看完 所以看完了以后 那我经为天人 真的 这本书 就开启了 我立命 一道 一扇创 所以说 我就开始 就把 超级圣地密码的 系列重出 全部都搬回家 看 那看完了 就在 你看 那个 105年的时候 太阳盛的导师 就到 高雄来演讲 我从此 就展开了 我的生命地图 当时我的心态是想说 反正我什么都没有 我也没有希望 所以 无所谓 我就把我 能够做的就尽量做 按照导师里面的 所有的功课去做 甚至于 好像把 我剩下的钱 当做 不是钱一样 就开始 注意他 跟话书 但是 那个时候 我心里想 我 并不是要让我 能够过得更好 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我想的是 果然是 是不是会 可以更好 不用那么苦 只有这样的想法力 所以 在 这样子 老师的所有的交代的功课 我就一步一步的 去把它完成 甚至一面 天 一出门 我就带着书 跟人家体验 花给大家 因为 我 等这一生 我觉得 我太辛苦了 但是 像我这样的人 想说 应该在这个社会上的 每一个角落里面 应该 很多 很多 我不是 不是我第一个 而已 所以说 我想借用这套 超级生命密码系统里面的 一些密码 能够 那大家能够跟着上来 帮着大家能够提升引力 所以在我在短短的三个月的时间 我那个小女本来是每个月都要上急诊室 甚至于就住院 整整花费了我时间 那个十年的时间 就在 我学习超级生命密码 三个月以后 这个能量有补足 让我改变 让我的小女儿本来 好像那个 她的肚子好像是一个 掉的很一样 从每次到长庚里面去 拿了一大包的药回来 现在从三个月以后 学习超级生命密码 三个月以后 就不用再吃掉了 真的非常非常的神奇 15 让我更加有信心 因为 让我更了解到说 这一切来自于能量 被因果 这三个月当中 我不断的 一直 将我女儿 小女儿 之间的因果 趕快做一个落效 然后去化解掉 是她做 我做 都一样做双向的回效 所以 让她的身体能够重回 以前 原本 几乎多 她的时间都躺在床上 而且 甚至于拿 年纪还有心 就拿着那个辅助的管罩在做 那现在 可以重回职场 而且 又可以骑摩托车到处乱跑 所以 而且 让她 也更容易 更懂得感恩 每次以前 我叫她说 每次 煮 煮 煮好的时候 请她 起来吃饭 那她会 我有一句话 好啦 你也烦了 但是 心都不一样 谢谢 所以这个 因果关系 我们必须要去把它化解 那 太阳圣德导师 那我了解到说 休息 并非 像一般所讲的 那样子而已 必须要很多备备 然后去落实 然后每天的功课必须要去做 所以我到现在还是已不断的在努力前进 这是我很感恩的太阳圣德导师 他给我的这个秘密 然后我也印了一套这一套秘密 让我们所有的嘉宾能够去验证看看 我原本已经放弃自己了 然后 现在我还可以在这里 跟大家坎坎而谈 希望大家能够 把自己有些不圆满的 重新找回来 这是我的分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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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谢谢 采皇所带来的真情感动的一个分享 我们的人生当中 都有过一幕幕的曾经 都夹杂着欢笑 汗水 泪水 很多的悔恨 但是 如果事实指着别人 不同的反求租景 事实上 就会让我们的命运产生好与坏的分镜 容易走上坎坷一途 今天 紧紧的做出超级生命密码的这一个机会 让自己立刻的步骤一二三 事实上 终有足够的资粮 能够四两拨千斤 而不是千斤拨四两 确实呢 一起听到采皇姐呢 真情 自信的分享 真的好感动 前观 情观 生死观 观观难过 但是呢 观观都不知道该怎么过 那只能一天一天过 那一起呢 也想到 我在一年半以前 当来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时候 其实我那时候已经全身发黑 而且身体啊 有多处的溃烂 然后也经常呢 忽然间 我的髋关节啊 我的髋关节 好像螺丝钉松掉 就没有办法走路 可是好神奇喔 就在我听了太阳正德老师的讲座 以及课程之后 一个礼拜内 我的皮肤不要而愈 我的脚呢 也遇到贵人呢 让我呢 可以见步如飞 那就连我有一位至亲好友 他已经受了三年忧郁症之苦 每一天呢 都想要杀光全家 再跳下他那个 一瓶七八十万的高级住宅 众生要下 要来个玉石巨本 就在有一个奇妙的夜晚 在一起上播太阳正德老师的 讲座以及课程之后 我跟他分享 老师的书本 可以放在枕头下面睡喔 然后邀请他听 老师的正能量歌曲 晚上听三次 早上听三次 到现在为止 将近两年的时间 大家都没有再说过 要自杀这两个字耶 哇 原来超级生命密码 这么好用啊 是的 那接下来呢 要邀请 为大家分享的 这一组甜蜜的家庭 那因为呢 家庭的成员呢 对我们来说 是这么样的重要 那因为家中最小的成员 受到了疾病的侵扰 家里的人呢 每一天呢 都是心碎 其实难安 就这么幸运喔 他们遇到了 超级生命密码 从此以后 重展欢迎 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 欢迎来自台中的俊贤 欢迎亲爱的俊贤一家人 还有小超马 让我们再来争取跟分享 感恩天地 感恩导师 主持人 还有现场的嘉宾 及全球超马家人 大家好 好 我是台中的俊贤 是佳俊 我们之所以会加入超马 是因为一年前 大概两年前 我儿子因为生了一场病 然后 那 就是说 当时 我儿子他就说 他的膝盖会痛 那一般来讲 小孩子膝盖痛 我们都会认为说 是一个成长痛 但是 我们有一次去国外旅游的时候 我儿子突然 痛到他没有办法走路 所以我们会回来台湾之后 我们就带他去骨科 那骨科他就拍了 一 这就是我儿子 一年之间的变化 弱差很大 那 也因为这样 我们就是拍了X光之后 然后骨科的医生进行 我们去大医院检查 然后我们就到大医院去检查 之后 被 被转到血液种核科 那血液种核科 其实当时我太怕说 为什么会把 被转到血液种核科 然后经过了 经过了 血液检查跟 照了儿子共证 然后医生突然跟我们两夫妻说 我们都这里 有可能78是血液 那其实我们两夫妻那时候 听到这个讯息的时候 我们都 不敢相信 为什么会发生在我们两夫妻身上 甚至发生在我儿子身上 那时候其实我们 就 莫名就是 觉得人生好像没有希望的样子 然后 我们在这个过程 其实 吸眼抽了骨髓 然后检查了数字 也没有办法让我儿子去做化疗 因为他 暂定数据不够 所以 没有办法 但这个过 这个期间的时候 我儿子开始 就是 行动开始变慢 然后甚至肌肉萎缩 然后变瘦 那这个过程 其实我们也跑了很多宫廟 去清理我 做什么法 或者什么 我们都尝试了 然后我们继续了 差不多都花光了 那 很神奇的 就是说 在一年前 那个 我们因为 其他丢了我们的一本 就是这个超级生意密码 那 我老婆也 落实了 这个超级生意密码的信法 然后 接下来 请你老婆分享 那就是 其方是我的 同学院的同学的妈妈 那她 因为她发现说 小朋友 怎么突然走变慢 然后就是行动不反便 那她一开始是介绍我 就是医院的部分 后来呢 她就跟我提到说 她有一本书 传奇生命密码 她想要介绍给我 那 就是 请我试试看说 是否可以改善 那我当时候一开始 我是抱持了怀疑的心态 因为我想说 公庙都已经跑遍了 那其他 该做的都已经做了 那我不确定 但是我后来就是 就是真心诚意的 试了这个方法之后 我在做了心法的第三天 她就突然就是 我跟我先生都在上班的时候 她的爷爷奶奶 带她去看中医 她就突然的打电话 跟我们 跟我们说她 突然她可以弯腰了 因为她最严重的时候 是她没有办法弯腰 就是连检求 做检求这个动作 都非常的困难 那她突然说可以弯腰的时候 我跟我先生都 就是我们都很开心 然后又吓了一跳 之后我就开始去询问 其方说 关于超级生命密码的 一些活动 持续就是 我想要跟她 确定说我 做的这个心法步骤 对不对 那之后我们就开始去参加 四月份 就是太阳正德老师 在台北的一场 不有的讲座 那参加讲座结束之后 有那个签名 签书会 所以当下我们就赶紧请导师 帮我们看一下小朋友 那导师当之后跟我们讲的是说 小朋友她就是身体里面有一个开关 被关起来了 那很幸运的是我们当之后就是 因为签书会的人很多 我们也不方便再多问 那之后我们就是去生起那个 集体资商 健康的集体资商 那很幸运就是 当月我们就被排到了集体资商 那在资商的过程里面 太阳正德老师是告诉我们夫妻 就是小朋友的问题 通常就是主德的关系 那在我儿子的那个命盘里面 确实就是 他确实是有这个像 那太阳正德老师告诉我们 就是我们要先补充我们的得资料 所以他首先是鼓励我们先去 就是先去发书 就是先把我们的得资料补起来 就是才能够圆满 那之后我们夫妻就开始参加集体发书 还有那个精英会就是读书会 那小朋友就是慢慢的都有进步 那因为发书的时候 我们在台中认识了一位美惠姐 那当时候在去年的9月 她就是已经要被她上小1了 可是那个时候就是都 她的她就是走路有比较快 但是她没有办法爬上下楼梯 然后她也没有办法跑步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美惠姐就告诉我们 应该是我们在发愿的部分 就是创委发愿的部分 我们发愿的部分需要再加大 就是要告诉我们说 我们不要怕发愿就是把愿力加大 那就是在开学的前一天 我们就是把愿力加大 那很神奇的地方就是说 在开学的第二天 就是她上小1的第二天 她的食量就突然就变好了 因为她以前就说她你的肚子很饿 她都吃不下 就是每一餐就是都吃大概只有3分之1的饭量 她就都吃不下 所以隔天就是她做完饭食量增加 那她的学校的老师就是也觉得很 就是也很惊讶 就赶快跟我讲说 小朋友她突然今天跟我说要吃第二碗饭 那我也吓了一跳 所以就在从去年9月到11月这两个月中间 她进步的速度非常的快 然后一直到一直到目前 她就是都已经可以正常的走路跑步 然后也可以跳绳这样子 所以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 所以我们接触超纳 其实我们的体验是 她会让我们遇到很多会 包括我儿子的这个过程 她也遇到了两位休息的算是医师 然后把她整关这样子 所以我们感谢田地给我们这个恩惠 谢谢以上是我们的分享 谢谢非常感谢 谢谢为了我们带来的 这么感人的生命的一个故事 那确确实实 这样的故事 也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还不曾出现 但是呢 在我们的社会当中 许许多人多的人都必须要面对这样的生命难题 而能算不如天算 当超越我们人的智慧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用心法来摆平 相信俊贤也是非常的有福气 立刻的让自己全面的学修 落实了导师的步骤一二三 不足了得资量 才能让我儿子有这样的一个转机 事实上得这样的多管 也与我们的身体健康 有着息息相关的一个相关线 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将这样感动的故事传出去 是否就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呢 是 那确实呢 这样子这么胖的系统呢 确实可以帮助许许多多的人 那在太阳性的导师回来台湾之前呢 我们所举办这么精彩的爱与感恩惊喜分享会群审还有三场 就在明天高雄场 4月22号礼拜天下午2点半 在凤星高中举行 以及下一周 下周日 4月29号下午2点半 在彰化县政府 彰化ABT 以及接下来5月6号 礼拜天在台中风的雕塑公园 敬请大家告诉大家 千万千万不要错过了 也诚挚地邀请大家都能够把握最后几场的一个机会 毕竟当大家都懂得落实爱与感恩 那世界的和平就不会再是梦想咯 确实呢 世界要和平 首先呢要邻里无灾 那再来呢我们的家庭要和乐 那最重要的是从自己做起 所谓自助 人助 天助 修身 齐家 治国平天下 那我们要从自身的家庭做起 那更是要反求诸己 那么妻子呢带一个家庭 换你的角色 请问玉琪就如同什么呢 太阳一般 确实呢一个好的妻子呢 她在家庭所换你的角色 就如同太阳一般 而妻子呢她就是家中最好的风水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邀请的这一位美丽的分享者呢 就是因为落实了书中的方法 从此一转家中的风水 一转自身的生命地图 那个人呢也变得更加细细美丽 那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 欢迎来自台南的莲香 欢迎愿来愿意的莲香 欢迎愿来愿意的莲香 为大家带予你的分享 大家好 下午好 好 那我是台南的岳城 然後呢 讓我們感受到 蓮花的芳香 我叫成蓮香 那很感恩 我們導師我很感恩 宇宙天地 那我們今天看到在場的朋友們 來到這裡 我心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動 所以我有一點想要哭 今天大家都來到這裡 就像一家人這樣子 你看我們 全世界有60 多億的人口是吧 60多億呢 讓天地來 選選的 把這一份愛呢 祝福到你們的身上 可能是千萬個人 才挑選到你這個人 那能夠坐在這裡呢 是我們的福氣 也是被天地 所祝福的愛 所以我們是不是要給自己一個掌聲的熱場 那在這裡呢 還好我上台 還有這麼這麼多的 家人 還有來賓們都聽我分享 所以呢 真的很感恩你們 那 我現在呢 在台上有點緊張喔 希望我們台下的男人都 嘉賓人可以跟我配合一下嗎 就是讓我不緊張 可以嗎 可以 好 那我們舉取我們的左手 好 請大家舉起來 拍一拍我們隔壁的肩膀 跟他說 還好 你有來 好 再來 我們一共 舉取我們的右手 拍一拍我們隔壁的肩膀 跟他說 還好 你有來 好 再來 當然就是這樣的熱情喔 當我們 當我們的主動 當我們呢 一句話的祝福 給我們所有的朋友們 你就會發現 其實快樂很簡單 是一件輕鬆又容易的事情 那 元香在還沒有接觸超馬之前呢 我想要跟大家來分享一下我的心情 其實我過得很不快樂 這種不快樂的我也不只能 不知道是怎麼了 因為呢 每一天也不缺 我的生活好像也 算是小湯啊 不是要什麼都有什麼 但是呢 吃的沒問題 住的也沒問題 不是人家的品牌 但是呢 我不追求品牌 但是呢 我要吃的就簡簡單單 住的也不是要 好往的別墅 有一個阿葛的家就好了 但是為什麼 人家的心啊 就是這麼不快樂 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 我的內心總是有那種不安 那在一個生活境裡面 讓我呢 對於人總是冷漠的 可能跟你們現在在看到 我在台上的那種感覺 應該是差距很大的 那我也不知道 怎麼去尋找這個答案 因為呢 這種不快樂 讓我呢 結完婚之後 更嚴重就是 沒有辦法入睡 那沒有辦法入睡的原因呢 我也不知道 是怎麼了 總覺得人世間呢 怎麼有這麼多 讓我沒有辦法去面對 我的生活 為什麼 因為這種不安 也說不上 我相信大家 在平常生活裡面 不管是遇到所有的 什麼人事物境 可能都會感受到 有一種不安 有一種焦慮 還有 就是會讓我們覺得 不知所措 然後呢 也不知道 明天未來 我們要過的 又是什麼樣的日子 是什麼樣的生活 就這樣子 一天 或者一天 直到結婚呢 我就發現更嚴重 因為呢 我沒有辦法跟整邊人溝通 這場的都結婚了嗎 沒有辦法跟另一半 互動溝通的 有嗎 應該很多吧 那沒有辦法互動溝通 其實 每到晚上 夜晚的時候 有時候就覺得 這個點呢 在白天 然後壓抑到晚上 就漸漸的漸漸的 讓我們晚入睡 然後呢 每一個晚上 一般就好幾個小時 一般就可能天亮了 那白天又要面對工作 所以 精神上總是很糟糕 那這是 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沒有辦法入睡 最嚴重的一點就是 我沒有辦法跟我先生過頭 所以 事情就不斷的在激壓 那這個過程裡面呢 我在去年的 2017年 五月初 就還有一個禮拜 我就買 一年了 我遇見超級生命密碼 我非常的感恩 就是 屏東的一位小姐 介紹我書 我跟她認識不久 那剛好有一個基因 她拿了 超級生命密碼 這本書給我 然後呢 我又放在家裡 一個禮拜 沒有看 等我搬起來的時候 我發現 真的太驚訝了 這書中裡面呢 字字句句呢 我都把它啃進去了 因為我超級相信 她書中所有的字 裡面的意義內容 所以我就開始 看完這一本書呢 我就學習做心法 因為書中裡面呢 心法 讓我感受到 我被天地的祝福 把這個愛的能量流 就發生在我身上 那心法呢 我就開始 學習的運用 那 真的 蓮香非常非常的有福氣 因為呢 心法呢 如果看不懂 你也不知道怎麼做 那 蓮香剛好這一本書呢 跟我很相應 所以我非常的感恩導師 把這個心法呢 貫注在 我們的超級生命密碼裡面 讓我可以很簡單的 運用這一套心法 學習 然後 每一天 去做那實修實練的 做這一套心法 真的 快樂我們沒有藥是吧 沒有快樂的藥可以 讓我們每一天都快樂吧 但是呢 心法卻可以讓我呢 從此之後呢 就 心理賞我的翻轉 讓我呢 每一天就好像在天堂裡面一樣 我開始運用的心法 然後我 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 就這樣解決了 我的先生 應該是說 我照片裡面呢 有一位就是高高瘦瘦的 那一位呢 應該是我的先生 因為他看了我運用這種心法之後呢 你知道嗎 他發現不可思議 因為這個人 我的老婆一直不是很快樂的人 怎麼 開始就變得快樂了 這種快樂的因子呢 有影響到他 然後呢 他開始好奇 探索我 到底是做些什麼 然後他看到我晚上 在做心法的時候呢 就 不好意思去吵我 那 我很感謝他 開始學習體諒的心 然後呢 沒有辦法溝通 有一件的困難點 就是因為他的作型 日夜顛倒 非常的嚴重 二十幾年來 從來沒有變過 所以 在時間上 我跟他真的是 不搭搭的 然後呢 因為心法一做 很神奇的事情 你知道嗎 我在短短的 就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看到他來 就自然而然的 早上起來 自己吃早點 買早點 還給我的孩子買早點 讓我非常訝異 因為我女兒跟我說 爸爸主動買早點給我們吃 這是我有私人看過的第一次 知道爸爸買的早點 我當下有點樣 因為我不知道他這麼早起 然後呢 也不知道他去買的早點 給孩子 那我內心就非常非常的快樂 所以我會說 我的心法奏效了 所以我更加有信心 然後每一天 實修實練的做心法 那這個還不是這樣子而已喔 我老公是一個大男人主義的人 請問在場的有大男人主義 這老公吧 應該是蠻多的嘛 那什麼事情我都要聽他的 但是呢 很奇怪心懷住了 好像 不是這樣一回事了 我就發現 怎麼會這麼棒 這個心法怎麼會這麼好用 好像是 萬用鮮丹 什麼事情都可以解決 所以我更加有信心的就是這個心法 然後呢 我累的時候 欸 我老公還會幫我按摩 然後還會幫我拖地 還會幫我洗碗 還會幫我洗衣服 你們相信嗎 這就是 都是真的喔 所以 為什麼聯香要在這裡 很勇敢的站上台 來分享 對我們在場的所有來賓們 了解 認識 甚至呢 去判處 為什麼可以這樣子 二十幾年來 不曾改變過的 就這麼心法一做 就整個世界好像都變了 所以我發現我的問題也解決了 我跟我先生的問題也解決了 怎麼這麼好 天地在波轉 真的就這麼一剎那間 把你心中的納悶 把你心中想要的 就這樣子 改變了它 所以我感受到 一開始 從接觸 然後做心法 我整個人就從地獄 上到天堂 你們想要上天堂 那總快樂嗎 想嘛 對嘛 就因為這樣子 但是呢 我有一個非常非常糾結的問題 就是 我跟我先生都好了 那心法做著做著 給我一道題目來的 就是我跟我婆婆 我 在我還沒有接觸 插髮之前啊 我跟她呢 是 從相處的 非常非常的好 她把我當成女兒 我也跟她當作 像親媽這樣子 就非常 婆媳之間 非常非常的棒 但是 在我的生命裡 我從來沒有想過 婆媳不可的問題 會發生在我身上 你知道嗎 從 非常疼愛 自己的婆婆 婆婆非常疼愛自己的媳婦 到完全翻臉 然後到完全不認識 到完全就是像洛生那樣 真的 在原生的內心非常的糾結 就這樣子 總好 然後到不好 不好的過程啊 有十年 那這十年來呢 讓我內心非常囂張 然後呢 我覺得 怎麼會不孝的媳婦 把這個罪名 就從我身上貼了 那 經常有時候想起來 就會掉眼淚 那我從 跟我婆婆 講得很大的話 就是從此離家 我就不回去了 就這麼一句話 就喝了就這樣子十年 但是怎麼會在心法裡面呢 他要我去圓滿這個功課 所以 我內心啊 就 非常的 那個金皮乾疙瘩 因為十年來我會害怕 到地址裡面呢 我才發現 其實 我們都是錯的 那在這裡啊 讓我更學習了謙非 讓我更學習了 心要更柔軟 那一份愛呢 才會 像噴泉一樣 泳泉一樣 都可以 是最美好的一天 那我在這裡也祝福 我們所有的來賓朋友們 也把這一份的喜悅 也把這一份的公社呢 天地的助理 從我們身上呢 再上拉出去 然後 分享給更多更多的朋友 來認識超級生命密碼 這一份的分享者 來自於福肺 那 在他的生活境裡面呢 原來呢 是 因為沒有能量的澆灌 沒有真情的補足呢 沒有辦法 溶解那 很弱冰霜 鐵石新茶 那 因為接觸了這個系統呢 不僅呢 千年無解的問題呢 也是真的獲得了解決呢 那在各個方面呢 也展現了更加圓滿 富足的生活 讓我們用最熱情的掌聲 歡迎來自台北的壽云 歡迎壽云 為我們帶來生命的分享 敬略的導師 好 親愛的太陽色的導師好 好 然後主持人好 還有我們所有現場的嘉賓 相親好友 大家 好 感恩宇宙 感恩天地 感恩太陽色的導師 給秀雲 給秀雲今天 給秀雲今天 有在這裡 跟大家分享的機會 那秀雲要跟大家來分享 接觸超級生命密碼之後 生命所獲得的 都盛喜樂 因為愛 感恩淑莉姐的因緣 讓秀雲在太陽色的導師 出道台灣之初的時候 就有機會來接觸超級生命密碼 但是秀雲並不懂得珍惜跟把握 因為無知無明 不了解超級生命密碼的至關重要 對於所講的愛跟感恩呢 更不以為然 因為總覺得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都已經在做了 卻不知道呢 超級生命密碼裡面 所談的愛跟感恩 是要我們將它落實在 並且融入在我們的生活 行住坐卧中 然後對一切的人事物 盡情的感恩 而太陽色的導師 更因應期許我們每一個人 隨時隨地要去做到描描感恩 就連別人對我們做了不好的事情 或者是我們生活當中的一切的逆境 那我們也都要抱持著感恩的心 這個讓秀雲非常的不能理解 然後也覺得怎麼可能做到 那真的非常感恩宇宙天地的友情安排 2016年的五月上旬 秀雲有機會跟太陽色的導師做一對一的諮詢 就在一對一的諮詢之後 秀雲開始了解 然後並且進入超級生命密碼裡面來學習 那在學習的過程當中呢 落實了心法的步驟一二三 不斷的內觀自行 這才明白原來我們生活跟生命當中 所有的這個不圓滿還有不如意 一切都是由心所造 然後因我而起 所以在過程當中秀雲就不斷的練習 在一起緊尊聖聖的導師的教會 然後要不斷的去去我 然後放下裸職 那也透由地子龜的學習呢 讓秀雲在裡面看到了自己很多的不足跟缺失 進而透由不斷的參加靜音會 就是我們所謂的讀書會 然後參加講座分享會 然後聽音導師的音導 參加我們共修課程等等等等 不斷來提升自身的能量 就這樣不可思議的事情 竟然就發生了 那這個前一呢就是呢 在兩千年的時候呢 秀雲的先生因為大環境的關係 所以必須要被迫到這個大陸去發展 那當時呢 剛好家中有一位小叔 就是失業 然後他也單身賢富在家 那成天就是喝酒 那無所事事 所以因為公司的需要 然後先生身為秀長的先生呢 也想要提拔小叔 所以就帶著小叔一起到大陸去開展事業 那成功宇宙天地的厚愛 再加上先生的勤奮努力 那一路呢 也就很順利的發展 到2006年的時候呢 秀雲隨同先生到大陸去參加公司的雲南之旅 就在這個期間呢 秀雲經過先生的同意 然後就查看了一下公司的這個帳戶 那也在這其中看到一些的狀況 所以就跟先生做了一些的反應 那後果呢 就是呢 沒想到 因為秀雲的這個舉動呢 引發了小叔非常非常的不悅 就在秀雲回台之後呢 小叔就跟先生翻桌 然後爆發了一場非常激烈的爭吵 就儼然像八點檔的這個連續劇的劇情一樣 一默默的上演 小叔把多次的錢都拿走 然後將先生趕出住所 進而呢 還拿刀揚言要殺先生 然後在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面呢 還不斷的跟公婆婆投訴 所以最後在公婆的要求之下呢 先生就只好將公司盪給小叔來經營 然後自己呢 在這個大陸呢 也只好再另外開公司 然後另外再研發新的產品 立謀出股 可是這樣小叔並不滿意 然後這過程當中 仍然是不斷的爭吵 直到呢 有一次呢 小叔回到這個台灣來 然後在這過程當中呢 他又喝了酒 然後一樣是淡腸大鬧 最後呢 在這個半夜的時候呢 婆婆呢 就上樓找秀芸 然後我看到婆婆的臉上是血 非常的害怕 我以為婆婆受傷了 結果還好 是因為小叔摔東西 然後小叔的手受傷 然後婆婆去幫他擦拭的過程 然後去弄到的 那婆婆就告訴秀芸說 這樣一直爭吵有不是辦法 那要不然呢 他想 還是他帶著小叔的小孩呢 然後跟小叔呢 到外面去租屋 然後到外面去住好了 那秀芸就在想說 於心不忍 讓年脈的婆婆 然後到外面去住 所以就告訴婆婆說 那要不然就是 我們搬出去好了 所以呢 就在隔天的早上呢 秀芸就跟先生 然後我們一家四口 就好像小偷一樣的 然後呢 悄悄的 離開那個 離開我公國的家 因為怕在這過程 被我小叔撞見 然後又會有激烈的這個爭吵 那事實上在這個 大約是一年半左右的這個 大約是一年左右的這個時間 那小叔呢 也因為 經營不散 所以呢 也就帶著他 三歲的女兒 回到台灣來 那回到台灣之後 我仍然是沒有工作 然後成年就是酗酒 那他一喝酒 然後情緒爆發 然後就是大吵大鬧 然後甚至一樣是 拿到想想 然後 嚴重到有一次 就是抓走我婆婆的頭 然後到那個 往事路那邊 然後就跟婆婆講說 你去死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讓秀雲是 嗯 聖經膽戰 然後呢 也擔心 公公婆婆的生命 隨時有危險 所以在這期間 事實上也抱過緊 然後也尋求過 嗯 家暴中心的這個 試圖想要尋求 家暴中心的協助 那 所以全家一直都籠罩在這樣的一個 仇雲產物當中 所以每每這樣的一個情節 不斷不斷的在上演 那每當 嗯 家中有 有事 然後會碰面的時候 小數的 碰到小數的孩子 那小數的孩子就會 嗯 教秀雲阿密 可是呢 過去我都沒有辦法去回應他 我都不想去看到這個孩子 就在 有一天做心法的這個過程裡面 竟然 秀雲 開始對小數做了慘悔 就對小數說 真的很對不起他 然後 因為秀雲的 秀雲 在這裏 秀雲 在這裏 秀雲 秀雲 事實上 他的九旋七主 也都可以受益 而在小數的這個事情上面 跟著我去看到 沒有想到 透過秀雲的這樣的一個 懺悔 發願的這樣的一個過程 然後落實步驟一二三 不斷的去實修實練之 我們這樣的一個密碼 生命當中最重要的這兩個密碼 然後去轉化我們生命當中所有的願對 然後進而可以讓我們很喜樂的去看看每一天生活裡面 不管是順或膩的任何一個事情的發生 都是來幫助我們 小兒子之間就是比較不對排 可是也透過這樣的一個過程呢 真的也修復了我跟小兒子之間的這個親子關係 然後讓她現在也願意跟秀雲來做一些事情的這個研討論 然後她也會來跟我就是跟我訴說 跟秀雲來訴說 所以這一切的一切 真的都讓秀雲的生活越來越美好 所以在這裡 俊也願意將秀雲所得到的幸福喜樂分享給大家 讓我們大家一起將宇宙天地的愛與感恩廣傳 然後讓更多的人都能夠接受到這一份愛與感恩的能量 讓我們的每一個家庭變得更好 我們的社會也變得更和諧 我們的世界也可以變得更好 然後呢可以減少更多的一些的災難 我們大家一起來努力好不好 然後再這裡祝福大家 來來謝謝 謝謝 那最謝謝秀雲帶來這麼感動的分享 確實宇宙天地的愛呢 我們站在這邊三天三夜也束縮不盡 那麼靜心留下來等候的人有福了 待會呢我們有非常精彩的抽獎活動 太棒了喔 有非常非常棒的獎項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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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其實心腸也都能夠融化 這個愛字呢看起來淘寫 然後呢看起來呢容易說 但是要做到的確是十分的不容易 就如同吃飯 要吃下去容易 要吸收長肉要長對位子也是不容易 這個睡覺呢要睡得著呢也是需要能量 很累都還不見得睡得著 但這個笑容呢要皮笑肉也笑 也實在是不容易 可知道呢這世間呢這一切的現象 以及這一切秘密中的秘密都是來自於能量 太陽性的導師說 有德就有光 有德呢就會香 所以呢 德香女人花旗來有字 那接下來我們最後一位邀請者 我們要邀請來自台中的 德香男人樹 現在我們用最熱情的掌聲 邀請來自台中的孟明 歡迎孟明 來跟我們分享 他這個運用他的德香 激他人生的 成功喜樂 豐盛以及富有 謝謝 謝謝一騎姐 一騎一騎 大家午安 我是來自台中的孟明 那我這邊 今天真的很開心 有這個機會 能跟大家分享 我跟超馬相遇的故事 那首先呢 我要真的很感謝太陽聖德老師 他寫的超級生命密碼這本書 改變我的人生 我是在去年一月的時候 在救出他 買到這本 真的很舊的超級生命密碼 那時候其實我的人生 是進入了一片 不能說是偶運產物 但是真的也是 就是在工作上面 還有在感情上面 還有在我的金錢 還有在我的家庭上面 都是一塌糊塗的 那當時呢 我也看了非常多的書籍 想要扭轉這個 這一切 不知道怎麼解釋的一些 一些 混亂 那時候我工作非常順利 我已經好幾月沒有業績了 我是幫客戶設立公司 那時候從前年的開始 因為法令的關係 然後呢 整個市場變得非常非常的難做 我已經大概半年沒有 半年沒有成交任何業績了 那所以那個心情非常的緊張 因為每次上班之後 我就很怕看到老闆 但是後面 我看到超醫生密碼的時候 我好像看到一個曙光 我就趕快把超醫生密碼回家之後呢 我就用一個禮拜時間把它翻一翻 那我記得那一天 真的是很巧 因為我 禮拜一早上都要全 全國的KPI會議 都要全整連線 可是我已經沒有 那一個一月的時候 完全沒有成績 然後我怕被老闆罵 當時我就想說 這不是我心法嗎 那我就趕快把那個心法 胡亂的做了一遍 就是真的是 我不知道做的對不對 我就一樣化我如做的一遍 那結果到公司的時候 那個 投影片一打開來 就是我們曾經那個報告出來 我是全 全國最後一年 全公司最後一年 然後呢 我就想說 可能老闆批我 可是後來我後來說 欸 今天怎麼 老闆臉上笑了 我還蠻開心的 然後他說 欸 莫名是公司最好貴的資產 然後呢 最近表現很不錯喔 我想說 老闆批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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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明明就是最後一年 怎麼會想 會這樣發想 那那一天 我就覺得很開心 因為 我好像找到一個方法 可以改變我的人生 所以 會議之後 我第一天是就跑到旁邊去 趕快把什麼步驟123 左近看了一遍 那跟大家報告 我在一月的時候啊 就是 那時候沒有成績 然後二月的時候 慢慢的就成交了三間 三間公司 他其實 參加 來舉辦演講 我那時候也沒有參加 讀書會 我什麼也不知道 我就趕快網路上 看到MV這個訊息 我就一堆買了票 想去找這個作者 然後到了現場之後呢 我覺得這個 這個當時那個感覺很棒 然後那時候老師他有簽名 我那時候第一個想法是說 我一定要好好感謝這個作者 所以我就跑到前面去 跟那個老師說 大哥大哥你的書真的很棒 讓我的業績變得很好 我很開心 然後老師就說 那你不要好好持修啊 好好的那個做信法 我說一定會 所以我也參加了四月十六號 老師在高雄的原來 富有可以很簡單的講座 從那天開始 我覺得那個講座完畢 結束之後呢 我的內心好像某個東西被打開了 四月的時候 那時候四月中旬 結果四月是公司第一名 那成績定刻變成公司 我就覺得說很奇怪 那個電話就打進來成交 然後客戶寶介紹客戶 然後一些很大的案子開始接進來 然後一直到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 一直到現在 我曾被公司派出國威與眾任 最重要的是 業務啊 我覺得像以前做業務的時候 每個月的那個薪水 其實是剛好夠用的 那我其實我這個人 沒有什麼不良的習慣 但是我有時候存錢 存一存 存一底錢之後呢 就會有一些事情讓我的薪水 讓我那個存的錢就花光了 所以我出車位那麼久 我的存款都沒有超過十萬塊錢 我也覺得很神奇 為什麼可以到水 那一直到 一直到進入超過十萬塊之後呢 我掛完慢慢發覺說 之前以前會讓我這些 動漏一點 吸漏一點的這些事情 已經漸漸消失了 那還有更重要的是 像我們以前有那個所謂的寄獎金 就是每一季 如果你達到那個扣打的時候 你只有給我那個獎金可以領 可是在以前的時候 我的心裡想說 我根本是欺負人 你們訂了那麼高的獎金 是不想讓我領那個獎金 訂那麼高的目標 是不想讓我領那個獎金 所以我進公司那麼多 我從來不會領過那個獎金 可是從第二季開始 我又領到那個獎金 第三季我也領到 第四季呢 我自己算一算 好像還差一點點 應該是沒有 結果我還是領到了 但是我現在這個人 變得很詮實 而保證跟快樂說 你是算錯了 他說沒有算錯 老闆說你是 你老闆說沒有算錯 是不是沒有算錯 我說那好啊 結果到今年年終的時候 我的年終是去年的三倍 然後我就想說 哇你這個一定是算錯 因為我算算也沒那麼多 我又跑去找會計 他就說老闆說有就有 你不要那麼煩 不要問我 你就給你 你就拿去花就對了 所以我就覺得很開心 在工作上面 整個跟同事啊 跟老闆 跟客戶 客戶這方面 我覺得貴人變得非常多 我覺得我現在所面對的 每一個客戶 我以前都會 甚至有些是會 無緣無故的 找我麻煩 會用三次勁罵我 但現在偶爾每個客戶 會對我有點像 對他兒子一樣 對他兒子一樣 那種輕聲細語的 然後 態度非常好的 那我就覺得 工作上面是一個 很大的收穫 那接下來 我要跟大家分享 是真的我覺得在超馬裡面 獲得最大的 除了是我的工作 跟收入之外 另外一個 是我跟我母親的關係 我跟我母親 7歲的時候 我媽就跟我爸離婚了 那因為我媽的個性 她跟我們 她是比較剛烈的個性 所以我們 我跟我弟在這 30幾年來 跟他相處的時候 是很痛苦的 因為他有時候 不如他的意 他其實就會 就會 他就 口氣就會很秀 一直到去前年 的一次大吵之後 那時候我就 我就覺得心裡很難過說 我心裡想說 我是你兒子 為什麼要用那種 惡毒的言語來罵我 然後他就把我封鎖 我那時候也送我一口氣 就說好 那就是這樣就好 不想理他了 然後後來 一直到 我接到超忙的 看地址回之後 我發覺這個是我的不對 然後 肯做 對我媽做懺悔 那可是呢 我也不知道怎麼去修 這段關係 因為雖然他住我家附近 可是我真的沒有 勇氣去找他 然後他還把我電話封鎖 我就講說這件事情 沒有發生過 一樣 一天過一天 只能行修老天爺 幫忙 然後一直到 有一天 我看到一張 讀書被的照片 台中讀書被的照片 他有一個很熟悉的身影 坐在後面 我能看到 欸 這個人好面熟 這不是我嗎 然後就很開心的 跟 那個讀書被主持人 要電話 然後我就打過去 欸打不通了 因為被封鎖 我忘記了 然後所以當天回家的時候 我也做個 懺悔 跟玫瑰心話 然後呢 後來就 第二天晚上 我就用另外一支電話 打過去 就打通了 然後呢 晚上我就打過去吃飯 真的讓我感到很神奇的是 我想說 他這兩年的 分開 他應該會對我 非常非常不開心 會 會用以前這樣 惡劣的言語 或者說我們會吵架 結果我完全是沒有 好像這幾十年的恩怨 是消失於無情當中 然後我自己 這一個月的時間 我常跟他相處 我也終於感受到 我一直覺得說 好像人之缺乏的那一塊母愛 我從來沒感受到 我這一個月 我是感受到媽媽媽媽媽的愛 讓我感動 那我覺得說 就是今天呢 如果是有新朋友來呢 真的這個超越生命密碼 回去的時候 就好好看看 然後呢 也不要想說 我幸好我會做怎麼辦 沒關係 就像老師所說的 就做實驗 然後如果心裡有一些 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 或者聖誕生 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 就試試看 那其實呢 這就是所謂的幸福方程式 什麼幸福方程式呢 就是我們的步驟 一二三 每天都把它做 然後將愛與感恩 還有意思會融入 在我們生活當中 還有多參加圓滿人生基因會 跟多跟人分享 這樣子漸漸的 我們生活的這個勁 就會開始轉動 真的 一定要請大家 可以要試試看 真的是 要把握一下 這個蘇生的機會 我覺得是非常難得 那今天很開心 我們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我要感恩太陽聖德老師 還有感恩我的父母親 還有感恩在座的各位 以上是我的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師 謝謝孟明所帶來的分享 真的 只要願意運用愛與感恩的力量 不僅可以讓業績 突飛猛進 也可以雲暖 與媽媽之間的一個關係 真的 只要我們願意實修實練 只要有天地愛的祝福 想要扭轉 甚至想要蛻變 並不是不可能 對 那在此呢 感恩 以上十位嘉賓呢 所帶來的分享 那 接下來呢 相信大家已經接受到 有助天地 所帶來的祝福 那 玉琴 你知道接下來我們 有什麼樣的好湯嗎 接下來我們就來摸彩囉 對 那我們今天要抽出的獎項 是什麼呢 有福門 幸福 跟著來 非常感謝大家熱情的參與 那在今天的節目進入尾聲之前呢 我們要一起來合唱一首 太陽聖德老師所創作 宇宙當中超級有能量的歌曲 相信呢 我們呢 唱了這首歌之後 更能夠連結這滿意的能量 滿滿帶回去 然後這首歌呢 我們一起來唱一遍 那些歌呢 我們一起來唱一遍 恩赐俱禁 好 我們一起來唱一遍 恩赐俱禁 恩赐俱禁 感恩爱 感恩与众 感恩一切有交代 感恩与众 谢谢各位这首歌不仅好听 富有能量 为我们的挹注能量 而且听说还治百病 相信通过今天的爱与感恩惊喜分享会 你也可以感受到你的家人朋友对你的在乎 而你手上的这一本超级生命密码 更是太阳上的高时对全球学员的一一期许 期盼你我能够从爱与感恩的密码当中 轻松拥有密码之庙 为了继续这明明不觉的爱 我们在全省各地都有圆满男生精英会 祝福各位 祝福各位 因为有太阳的祝福 生命 种子 化光芒 一起 谢谢大家 谢谢 祝福大家 生命依赖而富有 那我们全省接下来还有三场爱与感恩惊喜分享会 以及六月二号 三号的讲座已经合成 敬请大家 告诉大家 那么有关于今天会的活动 那也请大家洽询现场 我们穿着黄色志工服的志工们 那么再一次的感谢大家热情的参与 以及所有志工的协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